一,反过自己吧,明天还要继续工作,别的经验,还瞎折腾,人生就是几十年,别白白耗费了光阴,别胡思乱想了,学会安静,把心沉淀下来,养精蓄锐,为了明天的幸福,给自己一个宁静的夜晚,你要知道,安静就是力量,而当你羡慕别人的成功,你还要知道别人的努力, 当你抱怨辛苦的时候,别人还在埋到苦干,当你嫌弃工资太少,别人还在努力找工作,很多时候,人比人,要看怎么比,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永远都是这样,最好,不比较,幸福就自然来 三,今夜,窗外有月亮,又星星,又笑脸,生活总有美好的一面,你别总是看着烦恼和痛苦,与其天天痛苦,不如学会转弯 你发现,船到桥头自然指,车到山前必有路,转个弯,柳暗黄明又一村,挤不尽的心,就被硬闯了,看不惯的事情,就别看了,想不通的道理,就别想了,得不到的人,就放弃吧,不在乎你的人,你不必哀求,心中,总要留下一个位置,让幸福,安营扎寨 四,关过自己吧,白天,已经够累了,晚上,要休息了,谁不是跌跌撞撞走过来,谁不是磕磕碰碰成长的,谁没有哭哭嘀嘀过,反正,都过去了,算了吧,你总是计较过去,就输了,你总是愿恨别人,就坏了心情 五,做人的四个标准,做人不要伪装自己,做事不要依赖别人,爱情不要追求完美,说话不要冒犯别人,挫折不要哭泣不止,道理不要拼命解释,晚安 六,做一个优雅的人吧,怀着平常心,懂得让心情平衡,知道平淡也是幸福 此生,淡定从容,前进自然,晚安,安静的人,都幸福入梦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